全台湾闹水荒植树造林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中油公司在北中南三地 同步举办植树造林的活动 今年以植树造林绿化家园作为主轴 希望让民众落实节能减碳 就是生态环境 小朋友小手拿起铲子 大家一起来种树 中油今年延续去年祖孙三代 联合植树活动 特别以植树造林绿化家园作为主轴 在高雄 桃园 台中等地办理植树活动 因为机会很难得 平常都在市区很少 这种机会可以种树 所以带小朋友来体验你 值得一提的是 高雄市大树区统领社区 有1.5公顷的造林 树种包括桃花西木 台湾蓝树等2000株 这些树种不只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树种长大成林 还可以美化家园 中油公司从民国97年 就开始响应政府这种绿美化的政策 推动了好多年 那么每年我们会选取一些 可以来提供土地的社区 愿意配合的社区 中油已经累积种下30万株树苗 植栽面积超过140公顷 也希望大家参与 让植树活动开枝散叶 绵延不绝 记者综合报道